完了完了,冲动是魔鬼 我感觉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不理智的事情 私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的大百万的号就要离开我了 最近我也是为了自驾游计划的下一辆车而奔波于汽车市场 路过比亚迪4S店的时候 突然想起最近超火的琴Plus DMI轿车 号称亏电油号3.8升 满油满电的情况下 综合续航里程竟然达到1200公里 而整车的价格也不过10个W出头 面对网上铺垫盖地的宣传评测 我决定去试试一下这个车的真实感受 没想到坐到车里 一个A级轿车空间如此之大 骑步加速7秒多就能达到百公里每小时 完全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 并且感受不到任何的顿挫 简直太舒服了 就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 偶然看到一辆比亚迪唐停在那里 当时我说如果唐也有DMI版本就好了 销售告诉我已经有了 亏电油耗5.3升 综合续航里程1050公里 和1公里2-3毛的费用 而且全系都是7座车型 再一看内饰 12.8寸的大屏幕 豪华大气的中控台 能翘二郎腿的第二排空间 而且车身自带21度的移动电站 脑袋一热 大脑一片空白 直接订车了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等车妹 各位 我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从10万车型 一下子看到了20万车型 我败家了 另外 这台车能拉得动 拖怪房车跑长通吗 什么 比亚迪唐DMI 至少要三个月强的车 那我下半年的旅行 岂不是炮汤了 你好那么大人干什么吗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拉白丸子已经离开我了 而我下一次出行 选择了拖怪房车 看了那么多前车 最终 我下定了一台 比亚迪唐DMI 尊贵吧 中配 选择它 最重要就是 它车身自带 21度电 随时可以给我拖挂车 充电 充电是无忧了 但是目前全国没有现车 而且没有任何的优惠 送了我全车天模 脚垫 回来后 我也是四处查找资料 看到全国很多的车友 都在等这台车 有的甚至大半年了 还没有看到车 那这样下去 肯定会耽误我 接下来的行程 在网上远逛 我突然发现 南京4S还有一台现车 于是我果断 联系了对方 政策页是和这边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台是红色的 需要加2000块钱 必须上南京的牌照 另外还有一笔2000的无理由费用 由于我是贷款呢 只能等贷款复兴后 才能提党到我们陕西 如果我去南京提这台现车 费用可能比在本地要高出不少 让我奇怪的是呢 全国都没有现车 都需要等 为何南京还有现车 难道南京那边 没有人买糖吗 发死了 看到视频 经过比亚迪糖DMI的 各行的小伙伴们 再说一说 你们都等了多久呀 买台比亚迪糖DMI 打算拉锅挂 房车自驾游 我订金都交了 准备去南京提车 幸好没去 不然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比亚迪糖DMI 这台超级混动SUV 特别是相当漂亮 百公里加速8秒2 推电油耗5.3升 112公里版本 车身自带21度的电 拉台拖挂房车出油 再也不用担心 找不到因地 走到哪儿 住哪儿 而且以后在家的时候 也能当代铺 还是7座的版本 太香了吧 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 1.5T的发动机 要带自身2.2吨的自重 再加一台1.3吨左右的拖挂 扛得住吗 网上搜索了半天 看到几乎都是糖DMI 车主玩拖挂 竟然没有一台DMI做前车的 单子电和拖挂房车 销售只管卖车 都说没有任何问题 既然没问题 那为啥没人干呢 难不成我就成了第一个小白了 20多万的车让我当小白 说实话 我还没有那个底气 赶紧咨询了官方 终于得到了相应的答案 BRD堂针对不同的用户打造 DMI主打是经济型 DMI主打动物 官方答复我 DMI车型没有拖车勾 需要自行改装 在平坦的路面 拉那个拖挂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遇到爬坡 那可能就不行了 有可能造成电机长时间 高负载过热 反正说了一大堆 我也听不懂 总结 就是不适合长途拉拖挂旅行 让我考虑DMI 讲真 这台车司打试驾过后 真的特别的喜欢 但是现在为了出挂房车 我不得不放弃了 房DMI固然好 但价格也让我玩儿缺步 而且最近又看到了 送DMI 马上要出AWD版本 也就是双电机死驱版本 并且那台车应该很合适吧 可是一等的时间就更长了 哎 郁梦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发呀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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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